從前,有些人在黃金商場外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Cyndar都認識我 現在Cyndar的店舖自己也做不定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我多過你看Facebook 人們不看Facebook,現在就看IG 誰救我,我契爺是Shiftoff,我奶媽是Bill基 你算吧,Steve都很香了,Bill基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喂小子,句句疾住了,你在哪位 我人稱打片銅鑼灣無敵手,個個都叫我做藍哥 我單手打街霸,都可以贏梅元和Punk 蛤?但Evil不是在銅鑼灣打的 你別管,看招 哇! 負月刀!負月刀!負月刀! 負月刀!負月刀!負月刀! 負月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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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其實想聊聊科技,聊聊電玩而已 又不一定是師兄,萬人,才子和神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聊聊科技,聊聊電玩 還不少就搞得懶笑啦 我們就是科技集穿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集穿網台版 今集第... 108 108,魔星 巴斯號碼 都真的很像 我想到11多才沒那麼像巴斯號碼 11多也有,過海也有 但10多好像順口一點 我不知道怎麼說 11多都是過海巴士都很順口 其實20多也有 今天有哪幾位在這裡 阿軒 大王 劉王叔 什麼又叫劉王叔 今天星期有點不同 這些也是彩蛋,你明白就明白就算了 正常都沒有人明白,你告訴我 要滅口 招太多 有劉王叔在這裡開 有沒有見過就骨? 當然沒有 真可惜 我是一個死了的人,就骨還沒死 真是冥鬥士 我是彪彤彪上來 好,你們好,冥鬥士,法叔 今天回到我們的節目 繼續有科技新聞和電門新聞 各位聽眾,記得收聽我們的節目之餘 都要上youtube就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留意逢星期二、四晚10點半的ypr放送室 這個直播 直播就是播出了的節目 大家播完這六部的節目 就會有人跟你Live聊天 就是小弟跟你聊天 Live堅是真人 不是BOT那些 接著還要上Facebook like我的page 加入我們的群組 YPR總共吹水區 強制式廣告就每集都講一次 即是吹水區就很重要 因為在錄音樂今天 我發覺吹水區就298了 即是還有兩位朋友 我們就踏入這個清算期 清算什麼 不知道就提過 我又要清一些人走 即是非黃派的垃圾清掉 即是永遠過不了300 又不是永遠過不了的 總之一直到某個數字就要清些非黃派 但清些不是非黃派 會不會清自己走 那沒所謂 而且我現在是黃派的 他有特權 不是我是黃派 我自從敗選了之後 我就是黃派 終身的走狗 即是敗選完就要進去哪個陣營 這樣就不玩了 今天首先會有科技新聞 然後待會回來那一節就是電門新聞 那今天的科技新聞呢 就一開始是講兩間手機CPU公司的新聞 而第一單就不是說不懂得聽到它的名字 但你多數都會在中低階機裡聽到它 高階機就少一點 但現在就好像有些新聞 就有關它在市場上的狀況 和情況 話說一間在Android方面 現在應該是第三大的CPU廠 第一就是Codcom 第二就是三星 第三就是台灣的MTK 但它過後下面還有沒有 那些以前舊的那些 那些垃圾那些經驗不算 那些現在MTK主要 那些主要就是便宜的機器 我記得漏了華為 對 它是自己做的 對 華為自己做的 都是冷下的垃圾 人家是很厲害的 理論上人家華為那顆是比MTK更厲害的 對 那不要理會了 MTK這個也是比較常見的一個品牌 因為剛才說過的Samsung 是自己用的 華為也是自己用的 這個MTK是Quadcom以外比較多的選擇 那些高階的CPU 它之前推出的Line Mac X系列 不過其實也很少見 也沒有什麼機器用 其實也有的 因為你會看到去年有很多中階機 HTC、Sony、甚至三星 它都有用到MTK的U 但也不是高階那些 不是高階的 中價到二千多到三千元左右 但是它出來的效果 就拍得住Quadcom六字頭的UO 我反而是真的在Tablet 對,Tablet就有很多 因為Tablet要便宜 Qadcom那邊反而少了 但是現在Tablet也很少 也是背景的資料跟大家說一說 為什麼現在無故拿出來說呢 因為對上一套X30其實是不太多的 即是很漂亮的 沒有人用又怎樣 它出來的效果不是特別好 因為它在上一代X20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打一下 即是跟Quadcom有得打一下 但是去到X30的時候 它的效能、省電 以及它好像Core方面都有些問題 即是總之不夠人打得來 變了很少廠用 結果現在MTK出來說 宣佈這個 即是它說承認了X30這代 我們失敗了 我們出事 失敗了 不會出來說我失敗了 不好意思不會的 如果我出來發布我就會這樣說 所以你不是做那一行 幸好你不是做的 你做PR的新聞稿全部都不外出 因為平時我們看到新CPU發布 其實都保持一連一款 那它的X40 即是接下來新的U 它就說暫時各自 即是已經無期了 即是暗號 繼續做一些低階市場 那些PE字頭的U 不過你也看到它很頹 很明顯 其實之前X20或者X30 X30沒有什麼人用 我說回X20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部 就是小米的熊米 那一部 那一部是行X20的U 但那時候的價錢是1400元 出來的效能 就打到別人其他Qualcomm 可能是三四千元的價位 那時候就有它的吸引力 有一點像AMD和Intel在電腦市場 有一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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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現在 出來的 result 應該還差於AMD 因為AMD現在絕地反擊 不知道怎樣 絕地正在反擊 有很多粉絲很開心 就是要馬上買相機 那現在MTK 相信應該真的 失手了高階市場 那叫做要退手 在中低階市場 那它做高階機那邊的時候 它就有一件事 就輸給Qualcomm 輸得太多 就是它那個 Baseband 就是你上網 收的那些頻道 Qualcomm 是做到全平台 全部的頻道都有 有的 但是它自己開發的那個就不行 就是打了官司那塊 其實Qualcomm 對 變成它很輸蝕 輸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有些危機 其實因為 你說中低階 現在大家看上去的機 看到像 多數都行MTK 即是多 但是近來越來越多 一些中低階機 可能會是直接用Qualcomm 你想想Qualcomm的660 六字頭系列 六字頭現在很受歡迎 在二三千機 甚至是四千所謂 某一些Call on code旗艦機 都是用六字頭 八字頭不用說了 八是全部的 旗艦機都有用 旗艦機全部吃八系 那除了三叔可以自己出來 自己做自己熟 自己出來灰鞋 可以自己衝出來刷 它是厲害的 又不是很差的 認真效果 那個Performance真的可以 它是厲害的 我不會用 對 真的個人喜好 但是那些東西出來 是有戰鬥力的 但是你看現在 好像沒有記錯 Sony 有些中低階機發部 都說會轉了 做Qualcomm 然後你越來越見 好像你看Lokia 那三部 你最高八那部 還是走八三五 其實其餘兩部 我沒有記錯 都是Qualcomm 變得越來越多 好像市場 越來越小 你看到Qualcomm 六字頭那一堆 好像越來越多 中階機會清採它 其實有些危機 FDK的事情 小心 都繼續觀望一下 希望不要讓它們一台獨大 真的不好 就是你看到Intel那邊 大家都明白 然後都很高 當然你的手機 這邊都對家 有另一顆 就跟你打緊 可能情況沒有那麼差 沒有那麼差 就是當年AMD和Intel 就是兩家 三秒人家全家 對 三秒全家 然後 除了說MTK之外 另外也要說 Qualcomm 情況大好 但接著又有一點點 Qualcomm 但又未必有正面的消息 之前前幾集 我們都說過 一個叫做 Qualcomm的835 Windows Notebook 對 觀望一下 看看今年 會有什麼樣子 現在 未有實機出來 但又出了跑分 對 或者再提醒 聽眾門 當時說 有些Notebook 好像以前 那樣推出 但就是行835W 變相電 又沒有那麼爭 你找一些Apps 因為現在說 有些Mobile Apps 其實它的運作都運作得很好 835 變成可能在續航力方面 又可以高些 然後有時候 感覺上是 就是Netbook的強化版 或者再省電版 但現在就 有個跑分結果出來了 好像就是 對 當時發佈的時候 說 這顆835 在Windows上面的 Performance 跟Intel的i3 差不多 現在就 有一個跑分 雖然 跑出來的分 不可以直接 跟Platform去比 但是 比835低 在Android走很多 對比i3出來的 結果是低很多 低得如何 如果在Android上的835 它走的Gitbench 雖然Gitbench 這個可信性 是全異 但是先聽著 就是參考一下 在Android上走 Multi-core有4068分 如果你在Windows上走 就是30700 少了1000分 分數 現在對比 就是當年 820 或者810 左右的分數 當然 你不可以直接 Platform不同 來比 但是如果 跟Platform 在Windows計算 我當你 拿4000分 那條數 但是如果 別人拿回i3 i3跟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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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Multi-core 你也點了名字 你自己 在Windows上 我當你有4000分 i3有多少分呢 1186 這個 去到是 拿迪斯 跟阿諾 的比較 不是去過 龍夫那麼慘 龍夫幾百 但是阿諾 自我級數 龍夫打贏了 那是二次創作 龍夫 不是原作 沒有的 龍夫 原來有 我以為他打贏了 你以為Terminator 一架在清場嗎 那是有理由的 因為GitBench 就是用傳統的X86 即是X86的測試方法 因為它本身的W是ARMU 他要用GitBench 他要很合理地 用一些模擬器的方法 去模擬X86的 Performance 大家用過模擬器 你也知道效能會跌很多 這樣也很正常 即如有些OS 你可能裝另一個OS 模擬器 你始終是模擬地走 你不是原生地走 你的東西是計算了兩重 所以慢了又 即落 還有他說 比美i3 這件事 就是說 走到Windows Store 裡面 一些叫做 Universal的App 他說這些Universal的App 就是ARM和X86的CPU 都可以optimize 用那些App 就可以比美到Intel的i3 事實上 Windows Store上面有多少App 大家就自己想 又是這樣想的 又不是先幫他 你始終要有些時間 給別人做App 你現在的Product 還未出現 很難直接做App 等你 但問題是 假設這件Product出現 好 之後一段時間 會不會多廠去嘗試 為了這個U 為了這個型號 這類型的機器 去重新再搞一堆 或者FyTune的App 後話要繼續觀望 因為又未必沒有可能 正常的 未必沒有可能 這些廠真的會弄 始終實機未有 大家都是看著數字去做 不會為你先開工 現在的Windows Store來說 你可以做到什麼 你連搜尋都不能選擇 你只可以用Edge Office都有 但如果你說有其他 有接龍 有他那些遊戲 其他就 你再找吧 相比一下 如果用Platform去計 Platform對Platform 比Mac的App Store好多了 相比之下 因為我這幾天 我無聊兩部機器 我開了兩邊的App Store 去看你 一邊好像 給我按個新高燈 另一邊好像 去到什麼大廣場 那些 什麼都有 那些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Mac那邊搞不起 但是Windows Store 其實都 比起以前好 但是你說 它的App數夠不夠呢 以我所知道 用Service的朋友 都說 一般沒有什麼用的 都是觀望 觀望 就是看它之後 會不會這批機 如果這批機 吸引力高 多人買的 那自然會有人弄 但是 不知道會怎樣 要觀望 其實都要雞鮮還是雞鮮 到底多人買 才有App 還是有App 才多人買 但是你塞了出來 如果那件東西 可能那些Developer 他試了 覺得運用了App 其實出來的表現是OK的 那可能他會弄 但是如果他出來試了 不行我改了 制式那些 都是一堆東西 那就不會弄 所以最主要到時候看它出來 玩其他App的表現如何 我覺得 又不是看它銷售表現 我覺得是看835出來 最後配入Windows OS的表現如何 這些Developer 會不會走 沒錯 還有像我上集那樣說 我是期待它有雙OS 你可以有Android 加Windows 這樣去做的話 我會有興趣一點 很吸引 其實也好 假設做到 就填了現在Android Tablet沒有什麼 那邊的空隙 可能被你殺到血路出來 如果做到的話 那就看它實際是怎樣 現在唯一一間有少少消息的就是HP 官網好像流出過一部的相機 但又沒有寫一些很詳細的東西 知道HP會有一部 可以留意一下 繼續留意 這件事 說完這個835的消息 就是Windows也預訂835版的消息 接著來講一部手機的消息 都應該是行835的 但是 這個真的我不知道 是否叫做方丈 即是我已經 真的瞪著你很久了 留意了它很久了 由期望變失望 現在失望就不知道 可不可以變成平均 恥笑 我覺得有一件事要弄一弄 但是先說什麼 就是講回Sony的手機 幾部新機 屬於最大滔天 對 最大滔天的家族 分別有XF Premium 接著XF One 那個抽 而如果抽東西 大家知道 我們節目經常說一件事 喂 你的相片是彎的 對 那時候我們叫這個空間歪曲 當然 亦哥軒哥再試過 其實偶哥廠的機器 也有少少彎的 就只是沒有那麼脫皮脫骨 但是 那一件事 就是向內套 不是向外 但是當年來 Sony就好像說 喂 是這樣的 這是電律 很值 他那時候就說 他拍出來的相片 很正常 跟市場所有的 competitor 都一樣 我們這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又更加問題 他沒有這麼說 沒有這麼說 但是就暗示 總之他說沒有問題 而 市隔了也差不多半年了 然後 現在Sony 他無緣無故 在Android 8之後 再推出了一個更新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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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ct image distortion 對 人家可能不是說相機 可能人家說 螢幕裡面有些 扭曲的情況 你不知道 在更新 之後 相機裡面多了一個選擇 選擇 選擇 Corect image distortion 對 而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好了 那 要等別人評論 但是 一個原本你說 是沒有問題的問題 為什麼你會 走去出一個fix出來 我聽過新聞 聽過消息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的反應 都來講 你當日認了問題 說會搞的 就好一點 他可能擔心那一刻 影響銷售又不說 變成了現在 就是那種 你那天好像不是這樣說 那大家小器方丈 挖回你的根源 就難免被人扮演 我覺得是 是的 那當然 如果你是確定這個問題 雖然我覺得 你也是拍完照片 自動P圖 P回來好的 但是 遲做 好過沒有做的 我覺得是 你願不願意承認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 如果你說你這隻鏡頭 是有這個問題 而你軟件會幫人 確定這件事 我覺得是OK的 你算是有回應到這件事 對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更新 也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解決 這件事 因為這次所謂出了事的Sony 它是轉了一個新的鏡頭系統 即它的相機系統 就叫Motion Eye 它這次給了出來的更新 有哪幾部呢 有XZ Premium 有XZ1 有XZ1 Compact 這樣就遺漏了一部 XZS 沒有835 不是 另一部不是835 不是835 但是在用Motion Eye 但Compact不是835嗎 會不會只做的是835才做的 我不知道 但是 XZS那班 等一下 可能有的 希望再明天 幸好新宿沒有XZS 不是現在的 真的 今天晚上一起吃飯 看看Sony之後 會不會再出一個更新 不要讓它做孤兒仔 這不是很慘的 現在的感覺 只是在相機上加上尾頭瘦瘦 做是OK的 但是你真的很醜 你肯定定是一件好事 那你當初就不要說得很慘 當初就不要說得很慘 當初就不要說得好像沒有這件事 但轉頭又是釋法的感覺 但也好 這件事有點慘 但怎樣也好 我覺得如果它加了 真的 未實機試 可能有機會我們去試一下 如果試出來真的解決到一點 可能不要玩那麼恐怖的話 其實我覺得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它的紅色 真的挺吸引的 整部紅瑞星 我覺得那隻紅色很帥 那這個差不多了 那叫做講開一些 剛才應該算是software了一點的東西 雖然跟Hardware有關 但反正也講開 那可以講到Youtube一些新的功能 應該類似的 這個功能是不是針對某些機器來使用 現在就很多那些所謂全螢幕的機器 由傳統的16比9 就變成現在18比9 這樣就變成 你看那些16比9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兩邊有一條黑邊 通常都是那些六八 那些LG iPhone X 那些 iPhone X 那些 iPhone X 那些機器 看那些片 就會比較多一條黑邊 這樣呢 但是 看片就沒有那麼開心 對 就像用不盡螢幕 對 用不盡螢幕 沒有那麼開心的 那麼Google就出了最新的一個YouTube的更新 就解決了這件事了 它是怎樣解決呢 那它就播的時候呢 它會 支持一個叫Pinch to Soon 就是你兩隻手指放大縮小 那麼 原本它播放的時候呢 是原本的 就是播放16比9 如果你是想 用盡螢幕 你拉一拉大 那它又可以 拉回到Full Screen 給你 這樣 給你轉換 Expect Ratio 只是 我在Android 有些播放APP 都會有這樣的改變 是 那些選擇 大家只是放大縮小 那以前就要你是普通播片 你在機器裡面的影片才可以做到 那現在Youtube都可以做到 那叫做 如果你是用這類機器的人 就應該會 幾開心 但是暫時呢 就是Android限定 所以我剛才 就不應該講iPhone X 真的充滿在一起 因為iPhone X 它要特別調教那條邊 不能夠單單 好像iPhone那樣 所以就好像Android機一樣 放大它 改回resolution 就行不行 可能它放大 然後留一條黑邊在那邊 再秤尾一點 它應該要點到 是沿著那條邊 就好像現在有一隻APP 是幫它修補那兩個崩口 就可能 像Google 不知道是不是Full Screen 就修補兩個崩口 再在旁邊播片 這樣 我真的很喜歡那隻直發APP 直發APP 直發APP 真的很喜歡 但有些傻心 真的解決了設計問題 不要緊 總有的 不是的 你看個人接不接受 100元直發是值的 即是以世界來說是值的 當然 你問一下我朗尼 英超的剛才朗尼 沒有多少錢 但是沒有 不要笑你 如果你說用 可能你剛才說的 LG的那些機 你真的有螢幕的那個尺寸 雖然你上下點都沒有了少少東西 但有時候你接受到的 那就是螢幕也盡快一點 對 看看大家會不會更新 有興趣的就是試一下這個功能 沒錯 不過接下來那件事 真的聽我 很恐怖 例如說老領那些題材 應該說南韓地震 通常那些地震都不關我的事 但是如果有留意 這個不是地震帶 如果你們留意科技新聞的話 會發覺地震、洪水等 會影響的是一些有生產的國家 即是最有名的 當時Hardisi 就在泰國水浸浸到 整間廠都浸到 沒有了一大堆 還有Sony上次地震 都搞到那些感應器都沒有了 搞到那些A7的機器出不了 這次韓國的地震 是南韓有紀錄以來第二強的 就有5.5級地震 這樣出來的技術 就是三星做半導體 通常現在的RAM SSD用的那些 NDND 我不知道幾點 它那些機器有影響 影響功課 這樣出來的技術是怎樣 那麼10Pi有問題 自然價格就升了 即是接下來 即是本身經驗很貴的RAM 遲些會再貴了 為什麼我最近看這些 DDR4的RAM 是越來越升得厲害的 之前就說 iPhone那邊生產得厲害 買了回去 現在連10Pi都出問題了 遲些應該貴了 即是現在砌機 砌機 DISPLAY又貴 又被挖礦的拉高了 現在SSD又貴 RAM又貴 那就是不用砌機了 是啊 這樣如果要近平買RAM的時候 就真的要給多些錢 或者買趁手鍵便宜 趁它便宜 趁它便宜 即是偷步買CM5的感覺 全職居期 應該早點進入 炒RAM又炒洞的RAM 然後說 我看電量很快 為什麼 我炒洞了RAM 整堆在這裡 我幾百G RAM 炒洞了東西便自用 原來那些RAM 除了炒之外 還有自用的價值 是啊 可能沒有人 聽眾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要跟著科技新聞 多一點你咬過這些事情 不明白 PM我們都經常說一句 沒錯 有時候的東西不方便 下一個節目說 如果近期要買RAM 買SSD那些 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這個我先差不多 到今天 最後一宗要說的新聞 這宗新聞 今天真的涵蓋很高 不同方面 真的 今天連電視機也說了 但為什麼我覺得這個題目 好像有點奇怪 東芝賣電視有什麼這麼奇怪 通司平時問說 為什麼要提及東芝賣電視 對 對 他不是賣電視出去 是整個電視部門賣了 對 原本我打算回去 其實是再整理一下 所以這個時間先打完 但說完好像挺有趣 就打回到Pondo 我已經記得了 大王開始 這樣也開始 怎麼搞的 而且東芝賣電視很重要 因為東芝賣電視 如果東芝賣不賣電視 賭家是不能做下去的 原來是這樣 對 有些人看賭家座的朋友都在笑 不要說誰 不要說誰 那賭家座可能要移私回大陸 不是賭家座主要不是靠電視上位 主要靠整個女生 不是 不是 他剛才有兩件事 我正在說 是 你拼了一句 他拼了一分鐘 就是這些 屠窮秘現 那些 不是 那個官司真的是這樣的 我知道 但他剛才多了一句 我還是先說東芝賣電視 東芝沒有錢用 都不是第一天的事 他捱了一段長的時間 最近他終於直接賣盤 他不是賣了整間店 他是賣了電視部門 賣給強國海信 他賣了95%的股權給他 基本上都差不多賣了 129億日圓 加起來就算了 總之很大夠錢 新叔正在按 待會他會承認 我們先說 等他 計算靠他 雖然不是新叔 是發叔 上年到的營收是437億 營業虧損是61.34億日圓 基本上都虧了錢 9億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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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買部門來說 價錢真的不算太金 老實說 難聽說他現在的叫價能力 都未必有最旺的 我自己唯一比較慶幸的 就是他不是賣其他部門 只是賣電視 因為他本身的電視 也不是說十分出眾 只有其他選擇 我比較喜歡他 都是他的Hardis Hardis 就是現在供應大家的一家 暫時是比較可信的一家 還有價錢都比較相宜 都是跟大家報一報這宗新聞 所以他就是慶幸沒有賣阿堅部門 還有大家買電視的時候就要留意 以後的東芝就是強國公司 強國公司現在在Smart TV的時候都害怕 在裡面就是1984的監聽你 電瓶那樣 之前也有新聞提到這個 就是強國的什麼鍵盤 MECAN MECAN就上載你的input的資料 上伺服器 就不知道去哪裡伺服器 現在這些強國公司 換了牌子做電視之後 就可能真的用電視 來跟你宣傳一些什麼 潛意識的訊息 或者是一些 即是合幾多秒 閃一閃的畫面 幸好大王不會用我的鍵盤 要不然就會上載佛電視 都可以 我們好像真的經常打這句話 現在 不像啦 有些人如果打電視 經常打台灣第一 那些就是混蛋 要是用打字 打台灣第一 那些是好東西 全部抓去打靶 真的抓去打靶 那你 與其擔心這些 不如擔心你的信號給中共知道 好過 也很像 你好像這些切身一點 把信號改成Fat down to die 光擾它 不是 帳號是Trial number one 這樣 但帳號還沒有叫Trial number one 對 沒錯 這樣玩 那今天不如我們 多說一件情報才完 好 那一件情報其實 又沒有完全關香港事 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暫時還沒有關香港事 但我覺得它的市場做得蠻有趣的 是 那就是一個Synology 就是我經常用的那隻NAS 它的一個Promotion plan 是 它在Facebook那裡推出 其實 我看到它就說 有舊換身的優惠 嗯 平時大家看到那些舊換身的優惠 就是你拿一部舊機 當是廢鐵賣給它 幾個水已經收到 一兩個水 算不算 那它這次舊換身 我覺得是 給我感覺是挺有誠意的 嗯 那是怎樣說呢 就說 如果你是有一些 一一年款 即是它尾數的一一 即是它一一年的機款 如果你是有那些機款 你給它一個CV號碼 那你就可以買新機 8折 即是不用拿舊機給人 不用給它 然後它下面還有一個Hashtag 即是跟你說 舊機用來backup 嘩 嘩 嘩 這個很有趣 對 價錢 其實八折而言 以舊換身優惠 我覺得算是很高的 你還不需要給它一塊鐵 你還可以夠用 以前 有人經常說 舊換身 我當我拿舊電話給你 浪費鐵幾個水 我留在自己無聊 我當是舊電話 以前的人都這樣說 那你現在拿舊電話 如果你有幾個水 我真的寧願放舊電話給它 但如果你這樣拿一個CV號碼 那就可以 八折而言 實在可以 舊電話就留在那裡 那CV號碼來計算的話 我和我的朋友都在說 可以讀一些沒有買舊電話的人去買 你如果是自己有舊電話 又不想換機 那就可以傳教 是呀 傳教這件事非常重要 而且由於這個活動太佛心的關係 我看到下面大多數的留言 都問你 香港有沒有 希望有 那下面其實 我是頭一兩個補充電話 我補充電話的時候 暫時指向台灣 然後下幾個 他在那裡寫說 香港暫時未有 應該是可能會跟代理談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 因為他之前 早一個多月 有一個916家 最新模特兒的 公開計劃 就是送4GB RAM 當時就只在台灣才有 隔了幾個星期左右 香港也有 都跟進這個計劃出來 有機會在香港也會看到 即是我們可以等幾個星期 一個月先 因為最後一段時間 除非說到 現在不用不行 就要糾充去買 否則我覺得 你應該可以等 我覺得 還有其實做這個計劃 我想他一個 挺好的地方 雖然是有點無聊 但其實我想大家 有時候 都會對自己用久了的 那個產品 其實是有點感情的 你也不想被爛鐵 被人拿去壓 你送給他 你又未必捨得 那你現在 其實給我CV RAM 你可以舊換新 算不算就換又不算是換 他就這麼說 同時 你都好像軒哥所說 我也可以借個系列號碼 給我朋友用 其實取他們來說 Rocket又是用舊客 即是你舊客要升級買一台新機 即是你舊客在那裏 如果你說舊客好像剛才派了一條號碼給朋友用 那就馬上吸了新客回來 而且我是他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他們公司內部的部門 是應該要跟Harddisk的廠商拘捕贊員回來的 我就不收回舊部機的 所以他買了我的機他一定要買Harddisk 逐次買的兩隻 都是做backup的 所以你們應該要給我一些回憶 好像收陀地 擺盤吉的 其實你想想我們之前可能有不同的公司或是廠商都做過這類東西 其實他們收回來的機器 通常都不會真的當是垃圾棟 他們通常會當是慈善的用途送去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或地區 可能這樣用 當然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形象的build-up 但其實對他們來說的cost 都高 我又要回收 又要點算 又要運送 其實他們現在這個做法 他們又省了share的成本 我慘了一些想 可能有回用收 還有 其實都多人買了一部新機回來九部就只能做backup 即是新的機器用來抄襲你 現在經常玩那些file 聽那些歌 看那些片 九個可能真的用來做backup data去用 即是三歲月後那些又放新的 重道鋒 加盞明部那些就放在舊 backup 又放舊的 即是我記得那時曾幾何時間 我們燒調有一部機 放在那時有台的東西backup過去 那時我記得軒哥說 大王再不拿那個hard disk過來設置 我真的拿回家自己做backup 所以很多人會用舊機做backup新機 給我平時日常用 變成捉到一班人會用這個東西 那你又會肯花錢買新機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還有講到一樣 因為我剛才說是111年的款 之前的機器才有 下面有一個留言說 我的機器是一二年的 那你不推我入坑我唯有繼續等 然後下面的官方page那個 立刻回了它 你可以tack一下有沒有舊機的人 可以幫你買 即是他也是想人這樣做的 他也是想人這樣做的 即是又可以酷舊客 又可以讀新人入坑 這次蠻有趣的 這次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我期待一下香港這邊 會不會有這個計劃 我最新見到那個 不過他就說 他那裏簡直是寫 香港的請等等 寫等等兩個字 寫等等兩個字 即是機會都打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你那部是多少年 111 好厲害 所以我就說可以推你入坑 我突然想不到 要不是天哥 在我們的台 五周年 聽眾都拿舊集數來換新集數 五周年開始新集數是這樣換的 你聽了舊集數 你自己就 拿MPV 抄低個攤曲 那一節什麼 37分34秒 這樣 但是其他聽眾 就不會聽到新集數 不是 好像那些回應通 不是好像那些台慶的密碼 喂 不是 你聽一下每一集 我們講了多少次 大王可恥 你數出來 喂 數死的 你是不是知道 喂 數死的 哈哈 這個可以研究一下 五周年看看 搞這些活動 你可不可以認真一點 哈哈 哈哈 怎麼會這樣揍他活動 你這幾個活動 不知道挽救人 挽救自己 真的 現在不要理 我們這次差不多 現在關了一支咪 現在加法事後 真的 快點跟軒哥拿銷 對 軒哥大佬 然後等他出活動 我們期待 我們未來的馬爪 就會有一個大王開箱 這個Synology 的聖拉斯 希望可以 是啊 不要看軒哥一條曲 用不用先 認真的話 喂 那這次節目時間 差不多 回到第二節 電玩新聞 跟大家講一下 不同的電玩家的消息 好像業界的新聞 會比較多 業界的新聞會比較多 還有某間廠 今天又有個主題的活動 招呼他 真的不說不行 你也猜到 但照聽吧 待會回來繼續 科技集穿網台版 剛剛好聊天 IN